这样就传出来说 陈佩奇假如他可能会入党 入这个所谓的民众党 他还自嘲说 他如果加入民众党 会把整个民众党的 平均年龄给拉高 我觉得那可能是个笑话 可是没有想到 今天蔡壁如很多人 都非常严肃地看待 是 我们都知道 娶妻当娶陈佩奇 陈佩奇现在又开始 非常密集地发脸说 为什么 因为 他的安啊 科匹有难 他势必一定要出来护肤 就是民众党现在 高红安已经被判有休息之后 其实大家都认为 柯文哲你三大弊案产生 很有可能你就会是下一个 而且检调会追到 你在什么地步 会不会真的对你产生生压 一旦真的生压之后 民众党群容无首 会不会变成皇国葬 全外面去 他们现在已经有开始 进行一些插盘推演 所以之前传出什么 传出蔡壁如 可能要回来 副主席 所以你就知道 像科匹有难 婆婆妈妈团 母姐会 又即将重出 你说不能让民族党 被任何人 滚花旁去 是 而且他们就说 陈佩吉前一阵子 什么时候像现在发文 发得这么密集 就是那时候 蓝白河破局的时候 所以代表着 陈佩吉现在真的认为 柯文哲 他的政治路上 遇到了重大的挑战 第二件事情 你知道他不是 前几天在那边想说 三大弊案 我老公说怎么样 怎么样 不会有事 然后现在不是就讲到说 他要有意要加入民众党吗 没事干嘛加入民众党 对 讲到最后结论 他说 哎呀 我没有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们三个人 手牵手 一起去土城作伴 所以这个意味是 其实代表什么意思 我老公如果有事 你们也不会想好过 所以现在我觉得 这是威胁 对 然后而且有另外一个情况是 当陈佩琴决定 真的如果加入民众党之后 我觉得势必他跟蔡壁如联手 现在可能母姐会真的要 不仅重出江湖 而且要持入党部 来稳住党中央 你说民众党会有一个 新的合纵连横 是 看起来应该是这样 尤其是黄国昌 其实人家就讲到说 黄国昌现在声势不是也很大吗 他是不是怕黄国昌 滚了旁边 黄国昌他现在讲了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讲到什么 他说如果新北市 选出来的结果 议员没有办法 有三个人来组党团的话 他要签生死状 然后持在力量心里想说 每次所谓的生死状 不是就拟生其他人稀寥寥吗 宇雪 今天柯文在接受专访的时候 特别谈到了金华城 对啦 涂利啦 但哪个地方不合法 他特别讲到 这个是根据了 所谓的都委会 省议的有这么多人 难道这五十几个人 全部要抓起来吗 讲的云淡风信 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样子 但问题是 你现在明明有三个案子 你有金华城 你有北市客案子 你有台市光案子 可是他全天全部聚焦在金华城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因为柯文哲知道 金华城案是三大案中 里面最危险的 最危险 而且你知道他怎么知道了吗 他看了高文案的判例之后 他在搞清楚状况 为什么 因为他原本性是三条说 所以他的生死门出来了 对 就是在金华城 因为原本他看了高文案子 想说不对 高文案子发生什么事情 五十块给你抓出来 三百九十块给你抓出来 换言之 不管你用什么眉眉咖咖或是说 嫩扛嫩扛 想尽办法去藏的 检调通通都会吵出来 这第一件事情 再第二件事情 请问一下高文案在安静当中 住里面有没有任何人被判刑 而且必须要去发迁执行 没有 全部都还刑嘛 所以柯文哲原本为什么一直在讲说 哎呀 我有多委会啊 我们大家都共同做决策 集体决策 事实上他逻辑是 我们大家都绑在同一条纵子上 我们都是在同一艘船上 所以你不可能只办我 你要办五十个人一起办 而且还有一个是 大家都是在同一条线上 你们不会出卖我 对 那再来问题是 高文案这件事情证明的是什么 第一 下面的人真的会出卖你 真的会出卖 真的遇到麻烦 如果有危险 绝对会把你卖掉 再第二件事情 检察官跟法官不是吃素的嘛 你以为绑一刀到宋石 但你看高文案一刀一刀 慢慢仔细的切 加班费我不管 助理我不管 我只算你高文案最有问题的那一块 精准打击就切割到你 把你高安 所以今天如果法官可以对高文案这个样子 我只要把你锒刀入意 我只要抓你一个人的话 其他人我都可以切割 对柯文哲可不可以账 也可以 那如果他也对柯文哲这个样子 别人可不可以撇心 可以 别人会不会出卖 会的 对 因为当别人只要知道说 你把柯文哲给卖掉 你把柯文哲供出来 保你平安无事 高安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嘛 王玉文小兔主任最好的案例嘛 那请问他们会把柯文哲卖掉 当然会 所以现在柯文哲最害怕的是什么 金华城这个案件千连胜广 如果有人把我卖掉 我就倒大霉了 你讲我才看懂了高文案的案子 原来高文案子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只要你敢把高文案卖掉 保你平安无事 所以你把柯文哲卖掉 你也觉得平安无事缓行 所以这才是整个起诉的文本 对嘛 那你看哦 而且再来第三件事情 最可怕的是什么 当高文案这件案件判了 我们讲了 法官非常强调一点 为什么高文案要重判 为什么其他人可以放 因为高文案不认罪 所以你仔细看柯文哲的说法有变哦 他以前讲清华城讲说什么 哎呀 那什么拜托而已啊 就陈情而已啊 跟我们医生接挂 都蛮会有陈情 现在今天不是哦 这个叫做改变说法 他改掉了哦 他说对 徒利啦 我就是徒利 但是我没有违反法律 哪个地方不合法 所以万一知保立哥 他在准备干嘛 如果说真的走到最后案情最终 他搞不好连认罪都有可能 就说哎呀 不知者不罪啊 戴琳啊 这我不知道啦 不是啦 怎样不合法啦 我想说这样合法啊 这是竞雄的选民不罪 而且从这张照片 这个就是他在接受专访 社会表情 也太沮丧了吧 所以佩奇说的是真的 我们的柯文哲 你看 他整个我们讲的垂头上气 然后感觉焦头烂额 我相信他真的晚上没睡好 绝对是斩端反射日夜难眠 看到高文案的案件 你怎么还睡得下去 结果你看喔 他依序谈了三大案 结果三大案里面呢 所谓的台资官案 就简简单单的谈了一段 然后骂了谁 骂了陈崇文 然后骂了谁 骂了蒋旺安 然后根本没有解释 结果他大部分的重点都放在哪里 放在我们讲的金华城这个案件 你看喔 首先第一个 他开始在拖人家下水了 说哎呦 金华城里面有 杜氏计划委员会 杜氏计划圣医委员会 还有杜法局官员 一大堆人啊 他说什么 反正我们这边50个 60个 如果我有罪 大家都有罪嘛 有问题的话 至少也就要抓50个人 目前为止没有金流 也没有人称有人下指令 保陵哥你刚才手划过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我说他真的是精神重要 不知道因为你看喔 有没有人问到金华城 金流的问题 没有 大家都一直在强调说 你柯文哲怎么会图利他们 让他们有20%的容积强 结果你看到他说 目前为止没有金流 这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一个 叫做目前为止啊 所以会员之 难不成真的找得到吗 不是 你就讲就没有金流啊 我就没有收钱啊 为什么你要讲说 目前为止没有金流嘛 所以以后有没有可能会有金流 不知道 然后你看他在第二个 他开始在咬说 哎呀 我跟你讲 跟杨文科不一样 第一个题目告诉我 哪里不合法 所以他现在认定了 自己最有可能被办的是 如果没有抓到金流 那就是土利嘛 如果有抓到金流 那就是贪污嘛 那土利最后很讲究一个法律要件 叫做说呢 不叫违背职务 违背法律 那保险给我问一下 这句话 孰是孰非 到底真的还假的 当然是假的嘛 因为我们之前是不是一直在讨论 包括他提供的容积奖率 百分之二十 那三项什么环境保护啊 插充电桩啊 乱七八糟 有的没啊 阿里阿达 根本没有这个法令 换言之 这个没有法令的依据 而柯文哲 土利他们 最后还让金华城 确实赚到钱 已经完全符合 贪污之罪的土利要件 所以你说 如果按照现行的法律 按照现行的规律来讲 金华城 第一个 你根本不符合 多根的要件 你就算符合多根要件 你也不可能拿到 这么高的容积率 所以你已经是 跨越现行的法律 如果你要跨越现行的法律 那你就要问哦 那五十个人 是不是大家都远一单 如果你今天有余温 所有人都待下来 那跟你柯文哲没有事 可是在高官的里面 就是只要有一个人 不远一单 有一个人把你咬出来 有一个人说 你下了指示 这就完蛋了 保德哥 绝对会有这个人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各位 你还记忆了 在都市聚合委会 以及都市设计 省议委员会的时候 那时候一堆来自外部的委员 强调什么事情 说不对啊 这个不合法 没有这个法令啊 为什么你一直讲说 来你柯文哲 就是他认罪自白来咯 包括智慧建筑城市 绿色绿建筑城市 请问下保德哥 这有没有法源依据 这完全没有法源依据啊 这就是当时 为什么这些委员会里面 大家反对他的原因嘛 所以我还不然就要问一个问题 如果当检调早上这些人说 哦柯文哲说你们都有份哦 因为你们都认同哦 他们只要咬一句 没有我们反对 是柯市长说 可以按照这三项通过的 请问一下柯文哲跑不跑就掉 跑不掉 马上他就变成高王安了嘛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嘛 那我们举一个前面 曾经发生过的例子 各位 曾经的大巨大案 有一个人叫做李素德 你知道李素德他干的事情 一模模一样样 他做什么 他做土利 因为那时候大巨大呢 要我们要讲 松烟附近的松山烟厂的土地呢 来进行开发 结果没有想到市政府呢 来各位一模一样哦 没有的法令 结果他违反法令 你知道违反法令 给他做什么事情吗 他让他50年 完全零收权利金 结果他们后来试算出来说 不对啊 这样土利的金额 有30亿元之多 那请问一下各位 这个案件是不是跟柯文哲 在金华城案件 一模模一样样 为什么 柯文哲是干嘛 创设农机奖励条例 让他们可以赚取农机奖励 李素德干嘛 明明不能够呢 不收权利金 结果放任他们的零元权利金 结果让他们有办法 土利30亿元 而这两者 都不需要收费 也不需要有金流 因为你只要违背职务 就已经触犯土利税 最后李素德有没有被刮 有嘛 那判刑你的判非常重 你看 九年 四多工学五年 所以柯文哲 看看有可能是你的下场 而且刚才讲到的 今天大巨蛋就是有一个人 你去流转了泄席的规定 你跳跃了泄席的规定 那在大巨蛋里面是李素德 那现在问题是 那今天在金华城 谁做了这个决定 是当时的 所谓的都委会的主委吗 还是有谁 如果有人单 有人愿意当李素德 你就没事了 如果没有人愿意当李素德 那问题就大了 对 因为我们讲李素德 至少他一肩扛起 那时候是马四斧十起 那你想想看哦 现在如果柯文哲四斧十起 因为他毕竟人都已经不在上面了 如果陆陆续续的 包括我们讲的彭震森 包括我们讲的甚至都委会的委员 各位太多了 当柯文哲讲说 有五十个人 跟我在同一条船上的时候 我想到一件事情不对 因为你有五十个小兔主任 这五十个人 你说你如果只有一个人 两个人可能太安全了 五十个人一定不安全 我反过你这件事情嘛 如果今天检察官说 这个东西柯文哲说是你签的哦 你盖了张哦 那你要负责任哦 你要不要认罪 他马上讲没有 没有是老大叫我这样干的 因为柯文哲自己也承认啊 他有接受过啊 甚至是我们讲的 正风汇报里面 还查不到他到底跟金华城 沈青青聊了一些什么 所以各位如果最后的导向 大家只要有一个人 两个人三个人 把这个锅推向柯文哲 那我跟你讲 他未来就会成为高红安第二